国家发展部长黄寻才说 政府没有计划向声称 因为种族融合政策 而无法脱售组屋的屋主购回组屋 黄寻才说 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 国家发展部总共接到了 约1600份的请求 希望能在转售组屋时 豁免居民种族比例限制 国家发展部长黄寻才 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说 当局是在1989年 推出这项种族融合政策 确保不同族群的国人 住在一个组屋区内 以促进种族融合 加强社会凝聚力 他坦言 种族融合政策 的确会对转售族市场 带来冲击 当局了解一些屋主 在卖房子时 可能因此面对困难 同时黄寻才也指出 一个组屋单位在公开市场转售时 能否找到买家 也必须取决于地点 剩下的乌气碾线和市场情绪等因素 再续保温